拜登开启任内首次亚洲行 集安全牌与军事牌后再打出经济牌 印太经济框架呼之欲出 四方安全对话版图扩大 台海南海议题 对抗升级 杨洁篪与沙利文热线在谈中美关系 警告美国误将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分来瑞典地表入约 俄乌战事打破北极平衡 美国正义亚欧前行攻势 将地区态势推向白热化 脱钩 排斥 孤立 威慑 漩涡之中何为解局之道 美国正习惯 武器计判依赚 美国正乡 亚洲行为 美国正乡 采用利用 几年 看風雲變幻 盡在空間觀測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我們今天把重點關注 拜登亞洲行和俄烏戰場 空間觀測有圖有真相 我們今天要和大家聊兩個話題 首先來看一看 拜登亞洲行 拜登到亞洲幹什麼來了 打造朋友圈 但我們知道這個朋友圈 可不是什麼善茶 是為了反華 打造了一個所謂的朋友圈 那麼拜登現在已經抵達了 韓國開始亞洲行的第一站 我們先看一個短片 5月20號 美國總統拜登 開啟上任以來的首次亞洲之行 據報道 拜登此行將會到訪韓國和日本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早前透露 拜登訪問韓國期間將與韓國新總統 尹錫悅會晤 並就朝鮮核計劃和導彈計劃帶來的挑戰進行磋商 結束韓國訪問後 拜登將轉往日本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會晤 就美日廣泛經濟關係 區域及全球安全等議題進行磋商 拜登還將與印度 日本和澳大利亞 共同召開第二次四方安全對話 領袖面對面峰會 此外 拜登還將宣布 本次亞洲之行的重頭戲 印太經濟架構IPEF 據悉 IPEF聚焦改善供應鏈 清潔能源和基建等合作 是拜登在去年10月提出的 以加強美國與印太的經濟連結 有美國官員就曾直言 這一組織旨在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表示 中方正密切關注有關美國總統拜登 訪問亞洲的消息 任何地區合作框架 都應該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 增進地區國家之間的互信與合作 而就在一周前 美國與東盟舉行的特別峰會 也被指示俄乌衝突以來 拜登政府再次聚焦中國 東亞局勢未來走向何方 令人格外關注 剛才小片子裡面提到了一點 就是在前一段時間 你看東盟八國 記住是東盟八國不是十國 另外兩個國家沒有去 那麼東盟八國和美國總統拜登談判了 但是這八國並不滿意 首先一點的話 拜登是輕視了這八國 尤其是這八國的領導人 去了華盛頓基本上沒見幾面 見的話也都是禮節性的 而且在朋友圈發了1.5億美元的一個禮包 你看這八國領導人就說 謝謝老大 所以這樣的這種舉措的話 讓這八國其實對美國來講的話是非常的不滿意 但是我們看到美國現在 拜登總統是親自跑到了亞太 去哪兩個國家呢 一個是韓國 一個是日本 所以啊 這個親書到底如何 大家也就看得是一目了然 不僅僅是要打政治牌 另外呢也需要打軍事牌 我們來看一看最近在整個亞太地區 美國的軍事動態 這個是5月17號 美國的B-52戰略轟炸機在哪呢 大家來看 這是琉球群島 這邊的是台灣 還有呢 這是中國的東海 所以美國從關島出動了兩架B-52 再經過空中加油 不斷地彰顯自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其目的是什麼 說白了 就是要在這個問題上向中國來施壓 再來看下一個圖片 這個圖片呢 就是美國的幫兇澳大利亞 把自己的P-8A也開到了哪呢 看到了吧 這是南海 從澳大利亞到南海 大概有3200公里 也是不遠不近 所以美國和澳大利亞 再加之 中國台灣當局 都不斷地在強化 對南海的偵測 偵測偵測 其目的呢 就是要為軍事鬥爭 做相應的準備 所以南海不太平 澳大利亞在這個問題上 真的是火中取栗 這是台灣當局 也派了自己的偵察機 在台灣海峽不斷地偵測 我之前和大家反复強調一點 台灣當局購買的 所有的偵察機 說白了 那都是美國專用的 也就是台灣當局的 凱子軍購花錢 而作為美國來講的話 來受用這些軍事情報 這也是我們所看到的一點 尤其是台灣當局 對三巴海峽 台灣海峽 宮古海峽 都非常非常的上心 來幫助美國人看門 下面再來看一看 這是哪啊 這個地方有一個地方 我去過 這是張仪海軍基地 那麼這是在新加坡 現在呢 一艘滨海戰鬥艦 準備前往南海 幹嘛呢 就是要對整個南海地區 加強自己的巡邏工作 所以我們能看得出來 美國在整個南海 是不斷地在排兵布陣 就是要強化美國 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針對的是誰呢 針對的就是中國 我們下面還看一條消息 這個是5月15號最新的 美國的里根號航空母艦 現在去哪了呢 在這兒 看到了吧 橫須赫 這是母港 現在已經跑到母港裡面 去歇一歇 我們下面來看 鳳凰新聞軍事論壇的提問 這個叫 千千迷的任務是吃掉 中心童 這個中心童是誰 不知道 他就說 美國現在拿什麼來拉攏 日韓和東盟 啥也不給 還得自掏腰包來給美國的經濟做貢獻 這句話說得很對 美國現在的遮羞部 能夠欺騙這些盟國的 就是靠意識形態 價值觀 另外就是不斷地在炒作 俄羅斯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 朝鮮威脅論 所有的威脅論 就讓這些國家認識到 應該在美國的身邊 這位朋友說的是 拜登訪問日韓 明顯是把東盟耍著玩 那麼十國領導人 記住是八國 必須到美國抄天子 完事沒幾天 拜登是訪問日韓 是親自訪問日韓 美國搞外交 腦子是不是出什麼問題了 自己給自己挖坑 沒有怎麼狠 其實拜登呢 比較看重的是 日韓這兩個盟國 在亞太地區所擔當的角色 而東盟八國也好 十國也好 其實很多問題 是不買美國的賬 我們再來看下面的消息 這就是拜登這一次到亞洲之行 重點要打造的就是 IPEF 叫印太經濟框架 包括在東盟八國領導人 到華盛頓的時候 拜登已經提出來了 現在他是打算在日本來 正式提出來IPEF 各位朋友可能也聽到過 之前的RCEP 這個呢 美國是在排斥 還有呢 就是CPTPP 之前美國打造的是TPP 但是特朗普退出 後來呢 是CPTPP 那麼作為美國來講的話 說對不起 這個東西是日本主導 美國人不願意加入 所以美國就打造了一個 IPEF 這個印太經濟框架 究竟要幹什麼 其實我們能看 這都是一些候選國 美國人的原話 是要打造一個 所謂民主國家 所打造的一個經濟框架 但是我們知道 這裡面美國有很多的排他 包括像新加坡 美國並不認為 新加坡是一個 所謂的民主國家 而且打造這個框架 主要要幹四件事 其中有四件事 針對的都是中國 比如基礎設施建設 是主要任務 基礎設施建設 對抗的是什麼 對抗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 另外一方面的話 就是綠色科技的發展 綠色科技的發展 就是要把中國 綠色科技發展的 先進技術要排他 這是第二個任務 另外一方面的話 作為美國來講的話 也在不斷地搞什麼數據 網絡等等 一系列的這種舉措 都是要來向中國來排他 所以所謂的IPEF 其實就是一個基於 政治理念的經濟框架 其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中國作為對立面 拿美國人的話來講的話 叫非敵即有 那麼要麼你靠近我 要麼你只能向中國來靠近 這就是美國打造 這樣一個區域框架 所希望實現的目標 但是想得挺好 未必能夠變成現實 好了 我們這個話題就聊這麼多 稍事休息 我們精彩繼續 歡迎回來 我們下面換一個話題 俄屋軍事衝突86天 到了下週的話 就已經三個月了 烏克蘭老百姓 並沒有迎來和平 我們首先來看一看 俄屋衝突現在的關鍵點 一方面的話就是在海上的博弈 海上的博弈呢 是美俄之間的博弈 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博弈 另外呢 在陸地上的博弈 是俄屋之間的代理人衝突 這個代理人指的是 烏克蘭代理美國 現在整個陸地的衝突 主要集中在是本 北頓涅斯克 這個地方也是非常的關鍵 俄軍呢 是希望抓緊時間來收官 我們首先看一看 在海上的博弈 我們所比較關注的就是 杜鲁門號航母戰鬥群 這個是5月17號的照片 杜鲁門號航母戰鬥群在哪 現在是在地中海的西部 地中海的西部 在這兒進行各種各樣的演練 實際上作為杜鲁門號航母戰鬥群 是具有一個指標性的含義 如果這條航空母艦數量增加 比如再把其他更多的航空母艦 派到地中海 甚至進入黑海 這就說明美俄之間的關係將會惡化 所以我們為什麼 每一期都會和大家聊一聊杜鲁門在哪 關於杜鲁門 它實際上就是具有一個 很標誌性的意義在裡面 另外呢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航空母艦是加福爾號 這個也是5月17號 加福爾號在哪呢 大家看到了 就是在這個海域 那麼這個海域 也就是在地中海的中部海域 相對來說的話 也是保持戰備 也並沒有打算介入俄乌軍事衝突 這是我們和大家提到的另外一方 還有就是克里特的 這是5月18號 這兒有一艘 美國的攻擊型核潛艇 攻擊型核潛艇具有很強的打擊能力 所以從美國的角度來講的話 派它來 這也是著眼於 未來如果爆發軍事衝突的話 美國的攻擊型核潛艇 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這裡面我們不得不提一點 就是作為美國來講的話 在這次俄歐軍事衝突裡面 有一所得 就是克里特島 也就是希臘的一些軍事基地 現在答應讓美國人用 之前的希臘並沒有打算這麼做 現在美國人可以在 希臘的更多軍事基地來進行停靠 這個是5月18號 RQ-4B 這個就是大名鼎鼎的全球英 在黑海進行偵測 看到了吧 從這兒起飛 從意大利起飛 然後在黑海來進行這種巡弋 來進行各種各樣的偵測 這是我們能看到的 現在美國也是加大 對真黑海的偵測力度 這兒有一個朋友叫傻子MM33 不要把自己稱傻子不好聽 據說烏克蘭要在南線反擊 收回海岸線 奪回克里米亞 這個事靠譜嗎 烏軍有相應的調動和準備嗎 我覺得這個事情 泽連斯基應該和美國人 好好的去商量商量 美國人能給他提供什麼樣的軍事援助 才能夠達到這個結果 這個我們還需要拭目以待 當然作為泽連斯基 他確實提到了一點 說今年的八九月份 將會實現戰略的反攻 再來看 這還有個消息 說的是美國的黃蜂級兩棲攻擊艦 現在在哪兒 在波羅的海 這個地方是聖彼得堡 這個地方是什麼 就是加里寧格勒 所以兩棲打擊群進入到這兒的話 其實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俄羅斯 波羅的海艦隊 一定會實施有效的釘控 那麼我們今天還需要和大家 重點關注一個話題 就是瑞典芬蘭 現在提出加入北約的申請 我們先看一個短片 5月15日 北歐國家芬蘭和瑞典 相距數小時內先後宣布 支持國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芬蘭總統將這一天 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正在開啟 隨即5月18日 芬蘭和瑞典兩國就送出了 加入北約的申請表 而芬蘭總統和瑞典總理 也在當地時間19號出訪華盛頓 與美國總統拜登討論加入北約 以及烏克蘭和歐洲安全等問題 若芬蘭入北約的申請或通過 那麼芬蘭將成為第六個 與俄羅斯接壤的北約成員國 而北約與俄羅斯的相連邊界 也將從目前的1215公里 再增加多1300公里 翻一倍有餘 若瑞典也成功加入 那麼波羅的海 將徹底成為北約的內海 整個歐洲的安全局勢 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另一方面近年來 為了實現所謂的全球化 北約在亞太地區的力量投射 似乎也在逐步增強 4月6日 北約布魯塞爾外長會議 首次邀請了日本 韓國 澳大利亞 和新西蘭四個亞太國家外長參會 4月26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 日本將出席6月 在西班牙召開的北約峰會 在當前國際局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 北約高調推動亞太化進程 將給全球安全帶來怎樣的挑戰 令外界持續關注 剛才小片子裡面提到了一點 為什麼要把這兩個國家納入到北約 是為了控制波羅的海 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說小了 我們既然是空間觀測的話 我們應該從空間宏觀地來看待這些問題 也就是上面是什麼 我們會和大家來通過微星圖片來看 北約 北約 大家知道 北約是在1947年之後成立的 那麼初始創始國一共有多少個呢 12個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法國 法國呢是趕鴨子上架 因為法國在二戰的時候比較尷尬 美國呢一定要拉法國進入北約 所以法國其實在北約非常非常的特殊 那麼到了冷戰之前 又加入了四個國家 西班牙 西德 還有呢就是土耳其和希臘 加起來的話就是在冷戰期間 北約一共是16個國家 華約一共是8個國家 就形成了對峙 那麼冷戰結束之後的話 變了 看到了吧 這麼多國家都紛紛地加入了北約 那麼他們加入北約之後的話 就改變了整個地緣政治 你像波羅的海三國 大家知道 這就在俄羅斯的加盟口啊 這都是以前俄羅斯的加盟共和國啊 另外呢波蘭也好 捷克斯洛伐克等等這些國家 羅馬尼亞了 保加利亞 這都是過去華約的國家呀 所以這些國家一旦加入北約 對美國肯定是幫助 但是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是一個巨大的車軸啊 俄羅斯非常的擔心 不僅如此 還有巴爾幹半島的這些國家 除了把這些國家徹底解體之外的話 把巴爾幹半島的這幾個國家 都變成了北約成員國 所以我們能看得出來 美國就是要通過五次東擴 來實現對俄羅斯利益的禪食 現在呢覺得不夠 還需要把瑞典和芬蘭納入進來 其實我們客觀來講的話 瑞典和芬蘭確實保持中立了很長時間 這一次由於俄羅軍事衝突 他們是紛紛要求加入 但這個東西只是個導火索 因為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的話 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我們下面和大家看一個衛星圖片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一看 瑞典芬蘭為什麼要加入北約 這個是1979年的北極的衛星圖片 看到了吧 這個時候的冰蓋冰川要多得多呀 再來看一看2020年的 這個冰川就少很多 這裡面有了很多航道了 這個冰都已經消融了 看到了吧 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而我們知道芬蘭和瑞典恰恰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現在為什麼要拉這兩個國家 原因就在於此 這是從北極點俯視下去 我們所看到的圖 這是北冰洋 那麼在冰川融化之後 開闢出了兩個航道 一個叫西北航道 就是貼著加拿大貼著阿拉斯加 然後打通到哪 到美國的東海岸 另外一個我們一般把它稱之為是東北航道 也叫北海航道 這個是靠哪呢 就是完全沿著俄羅斯 最後呢 進入到北歐 進入到西歐 這條通道其實對於 包括中國 韓國 日本在內的國家來講的話 這個路径是少了很多 只有原有的三分之一 所以現在由於冰川的消融 這兩條航道之前是不可行的 現在都可行了 但這個圖片大家看一看 就覺得非常有意思 俄羅斯在整個北冰洋 幾乎佔了半壁江山 所以俄羅斯對北極的領土 領海 專屬經濟區提出來的是最多的 另外呢 這兒還有加拿大 這兒還有美國 美國如果沒有阿拉斯加的話 美國就不能算是一個北極圈內的國家 也不能成為北極理事會的成員國 還有呢就是北歐五國 北歐五國 那麼之前只有北歐三國是 所謂北極理事會的成員國 也是所謂的北約成員國 美國覺得不行 美國說應該把這五個國家通通拉入到北約 而且這五個國家本身 它也是北極理事會的成員國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拉這兩個國家來 它是著眼於北極爭奪戰 而不僅僅是小小的波羅的海 這才是它最核心最核心要考慮的問題 我們繼續來看北極理事會 北極理事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理事會 為什麼 你看我們總是說南極是全人類的 月球是全人類的 但是北極理事會把北極給瓜分了 北極屬於北極理事會八個國家 哪八個國家呢 俄羅斯是一個 另外呢就是加拿大是一個 還有美國由於有了阿拉斯加 所以美國也就擁有了北極 那麼這個北極理事會的成員國 是怎麼規定的 66.34度 北維 只要你在這個範圍之內 你就能夠成為 當然的北極理事會的成員國 這就是北極理事會通過此舉來對北極地區實施瓜分 但是我們知道俄羅斯所佔據的北極的這個領土是非常非常之大 所以美國一直在糾集加拿大來對抗俄羅斯 但是光靠這兩個國家不行 所以就需要把這北歐五國也拉進去 我剛才已經提出 之前北約只有三個北歐國家 現在需要把另外兩個也拉進來 這樣的話就可以對俄羅斯實施有效的控制 但有一點點的細節 就是瑞典和芬蘭 這兩個國家儘管是北極理事會的國家 但他們其實在整個北冰洋 它沒有領海 完全是被挪威把它們給隔開了 但不管怎麼說 如果在這兒能夠建立更多的軍事基地的話 對誰有利 對美國有利 美國就可以在北極理事會八個成員國裡面 用七個國家來抗衡俄羅斯一家 因為他們認為俄羅斯的胃口太大了 因為你只要擁有了北極理事會成員格的資格 那麼你就可以在北冰洋獲取更多的利益 其實還有其他一些國家叫正式觀察員國 正式觀察員國一共是13個 但是他們在北極是沒有什麼 更多的主權領海等等這些權益 這是我們和大家所提到的 為什麼要拉這兩個國家來 美國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盤 要讓整個北約要覆蓋北冰洋地區 這個才是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所在 我們再往後看 這是俄羅斯在北極航線有大量的軍事基地 看到了吧 從摩爾曼斯克開始一直由西向東一直延伸到這 一共有多少個軍事基地呢 一共有22個大大小小 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美國加拿大包括北歐五國 他們所擁有的軍事基地 相對來說要少得多得多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 俄羅斯已經做好了北極保衛戰 所以才會打造這麼多的軍事基地 這裡面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新地島 這個新地島過去一直是俄羅斯和前蘇聯核武器試驗的試驗場 可能各位朋友也聽到了一句話 說是 芬蘭你要加入北約 那麼俄羅斯將會給芬蘭一個驚喜 我相信 芬蘭一定是止經不洗 因為它洗不起來 因為在這些位置的話 我們能看得出來有多少軍事基地 這些軍事基地其實說白了都是針對的是芬蘭 而且不管你北約是不是把核武器放在瑞典和芬蘭 儘管這兩個國家都說我不會放 但是作為俄羅斯來講的話 也會把自己的戰術核武器 包括伊斯坎德爾導彈放在這些軍事基地 包括放在加里寧格勒地區 來反制美國把這些國家拉入到北約體系 而且各位朋友要明白一點的話就是 瑞典也好 芬蘭也好 挪威也好 這些國家他們只是個棋子 美俄之間的衝突才是最核心 最關鍵的問題所在 所以這一次俄烏軍事衝突 如果我們把它概括起來的話 這是什麼 這是美俄的混合戰爭 在美俄的混合戰爭裡面 牽套了代理人戰爭 這個代理人是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軍事衝突 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所以其他這些國家 其實都是美國在北約國家裡面的陪衬 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我說到這兒大家可能就想明白了 那麼現在俄烏軍事衝突是不是到了節點 可以說是到了關鍵點 因為馬里烏波爾的戰士看來很快就結束 但是要想迎接和平的曙光 遙遙烏氣遠未達到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之間的爭執不僅僅是一個 針對烏克蘭的爭執 而是針對波羅的海 針對黑海 針對更多的領海 包括巴倫之海以及整個北冰洋的政治 這才是美國為什麼要慫恿這30個國家 共同來對抗俄羅斯 所維護的是什麼 所維護的就是美國的全球霸權 所以我們一直期待烏克蘭的和平曙光 能夠盡快到來 但這個事情就算來了之後的話 還會有更多的問題 再加之現在 美國剛剛又通過了400億美元 援烏的法案 這個意思是什麼 支持烏克蘭把衝突繼續進行下去 來拖垮俄羅斯 但話又說回來 究竟是誰在拖誰 我們還需要拭目以待 這場俄乌軍事衝突 所帶來的最大的輸家 毫無疑問是誰呀 烏克蘭以及烏克蘭的老百姓 好了 感謝收看本期節目 下週同一時間 我們不見不散 我們不見不散